龟壳占卜是中国的上古时期非常原始的一种占卜方法 到了周易出现之后 龟壳占卜逐渐被狮草占卜所取代 这个狮草是很寻常的一种植物 相传可以在地表生长数千年 人们认为用这种草去占卜 可以有着加持通灵的作用 话说五代十国的江陵 就是今天湖北荆州一带 是有一大一小 咱们两个做买卖的人 在这一年来到了江陵 到江陵来干什么呢 两个人倒腾了一批茶叶 到这来贩卖 这俩人本来不熟 机缘巧合到一起合伙做生意 咱们姑且称之为大茶商和小茶商 这茶叶陆陆续续卖得很顺利 生意兴隆 这俩人自然也就很是高兴 有这么一天闲来无事 听说江陵有一个姓王的术士 精通占卜 很是灵验 这俩人就打听好了地址 来找王术士问补前程 到了地儿一番寒暄之后 这王术士像往常一样拿出石草 开始布挂 说就在给这小茶商布挂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十分离奇的事 本来平放在桌子上面用来布挂的这个石草 有一根从桌子上面自己立了起来 这不是戏法也不是幻觉 因为看到这一幕 连王术士自己都大吃一惊 他说我们家战卜已经十几代了 过去我的曾祖曾留下一言 凡是在战卜过程中 有石草自己跃出的 此人贵不可言 现在这石草不单单是月初 他还着力不倒 难不成我这是遇到天下之主了吗 说吧赶忙起身 对着这小茶商那头就拜 事情有点突然 这小茶商就赶紧上前去劝阻 他表面上斥责 其实内心欢喜一场 到了晚上这俩人回到住所一起喝酒 酒之半憨 小茶商就开玩笑似的 对大茶商说 那王术士说我会当天子 要真有这么一天 你说说你想当什么官 大茶商听后说了这么一番话 说兄弟 经商做买卖我已经做了三十年了 每次经过经络 看到那些收税官 什么都不用干 坐在那块就有钱入账 一天就相当于我们好几个月的收入 要是你真能当上天子 让我当个收税的税官 我就知足了 小茶商听后 当时还借着酒劲去嘲讽 瞧你那点出息 当时的这俩人 过后都没有太在意 可是许多年以后 这个小茶商还真就当了皇帝 想起当年的江陵的过往 特意派人去打听到了那个大茶商 居然还活着 于是就把他召来 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让这人当了一个税官 那么这个当年的小茶商 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今天 这期节目的主角 五代十国时期 后周世宗皇帝柴荣 感谢您来到烽火昭东南 这是曼聊五代十国的第十四集 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上面的这则小故事 它是出自旧五代史 引用的五代诗补 是非真伪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这里咱们不做过多的评论 周世宗柴荣 是中国历史上 十分有名的一位皇帝 西取秦奉 南取江淮 北取七丹 三州十七线 历经四年战绩显著 纵观五代十国时期的 五十多位国军 无出其右 而这其中 在其上位之初发生的高平之战 更是对后周乃至北宋 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本期节目 咱们就以高平之战为重点 来聊聊有关 周世宗柴荣的故事 柴荣是行舟摇山人 就是今天河北邢台龙摇一带 他的父祖 本是当地很有势力的土豪 后来家暴中落 柴荣才辗转投奔了他的姑父 郭威 就是咱们在上一集讲过的 五代时期 后周的开国皇帝 旧五代史周书 世宗本记记载柴荣 年位同贯 因是圣物皇后 在太祖左右 时太祖无子 家道沦落 然 以地谨厚 故以术士为之 地西新京度 滋用获祭 太祖甚连之 乃养为己子 有的史料中 将其记载为郭荣 宋代以后的官室 一般称为柴荣 为了方便起见 咱们姑且 沿用柴荣的名字 说着后周太祖 郭威啊 平生一共有一后三妃 皇后柴氏 就是柴荣的姑母 柴氏在郭威 投奔刘之远的时候 就去世了 郭威对他的感情很深 当上皇帝之后 追封柴氏为皇后 除了柴氏之外 还有淑妃杨氏 后进天福年间 这个杨氏呢 就病死在了太原 又有贵妃张氏 被后汉的引帝所杀 刘之远建立后汉的时候 郭威在洛阳 还迎娶过一个寡居的董事 后周建国之后呢 封其为德匪 主持后宫 可惜的是 每两年这个德匪董事 也病逝了 老郭的这 一后三妃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取自寡居 并且全都先后 走在了老郭的前面 郭威的两个亲生儿子 全部在汴梁 被引帝刘成佑所杀 在没有亲生子嗣的情况下 如同那个时代 很多帝王一样 老郭并不排斥 将皇位传给杨子 就这样 侄子兼养子的柴荣 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寄班人 后周显得元年公元954年 太祖郭威甲崩 晋王柴荣 登基成了帝 可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北汉皇帝刘崇 联合契丹举兵男子 直扑陆州 后周的朝邑节度时 李云派遣部将务令军 率两千步骑迎战 李云随后率领大军 进驻太平义 结果呢 出战失利 务令军中了人家汉军的埋伏 被直接震战 李云不得已 领兵又退回到了 陆州 必成固守 此时的柴荣啊 正在忙着 安葬老皇帝郭威 突然得报 辽汉联军入扣 柴荣紧急召集群臣 商议对策 并打算御驾亲征 以官场不倒翁冯道为首的大臣们 认为 刘崇自平阳顿走以来 誓促弃举 必不敢自来 陛下新机位 先帝安葬日期已定 人心一摇 不亦轻动 以命将御志 北汉的刘崇 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用兵 一是因为夺国之仇 二是杀子之恨 后洲大臣们的担心并非多余 这个时间对于柴荣而言 确实是非常的敏感 柴荣怎么说呢 他说 崇姓我大桑 清朕年少心力 有吞天下之志 此必自来 朕不可不枉 这老家伙看我爸爸刚刚没了 欺负我年轻 我必须去会会他 冯道等人 见柴荣决意亲征 又纷纷苦苦的劝阻 柴荣又说 说昔日唐太宗平定天下 无不亲征 朕又怎么敢偷安呢 冯道听后啊 紧跟着说了一句 为沈陛下能为唐太宗否 您比得了唐太宗吗 柴荣反驳说 以我兵力之强 打刘虫就向泰山压乱 冯道又泼了一条冷水 为沈陛下能为山否 您确定您能像泰山一样吗 这就很尴尬了 柴荣当场呢 就拉下了脸来 很不高兴 冯道其人啊 历世五朝八姓十一地 尤其在五代那样一个乱世 前后连续围观四十余年 着实不易 一直以来呢 这个人都是明哲保身的这么一个人 能对着皇帝这样去冷嘲热讽 实属罕见 冯道啊 固然是有他的担心 然而单就柴荣刚刚接手 后洲皇权的这么一个档口而言 新军坐镇京师 另选梁将迎敌的方案 看似老城持重 实则对柴荣本人而言 存在极大的风险 因为要去打刘崇 就必然要派出中央主力禁军 一旦军情有变 遥控 鞭长莫及 真要到那个时候 混手京城的柴荣 就很可能重蹈 后唐的敏帝李从后 一夜之间输成光杆司令的覆辙 郭威给柴荣的确是留下了 比较强有力的文武班底 但是 有多少人能真正为柴荣所用 谁都说不好 五代诗国是一个五人主导的社会 一直以来 骄兵汉将不听中央的调度 甚至起兵叛乱的事情 时有发生 结合柴荣之前 于战场上显有记载来看 他本人也急需这么一次 在军事行动当中去证明自己 从而进一步去威慑制衡重将的机会 一次临阵指挥 胜过十次在后方遥控 看似有那么一点冒险 实则呢 是把危害的程度降到了最低 这就是柴荣 一直在坚持清征的根本所在 也正是基于这层原因的考虑 即便参与这一次议事的大成中 只有宰相王普明确表示支持 柴荣最终呢 还是力排众议 定下了领兵亲征的计划 从接下来的战略部署 能够看出来 柴荣实际上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他先是下诏 命令各道 从落草为寇的强盗 以及一些亡命之徒当中 招募勇武之士送到京城 凡是应召而来的 就直接赦免以往的罪过 并全部编入到了禁军当中 之后呢 柴荣分别安排了三路人马 第一路 以天雄节度士福燕清为主 镇京节度士郭重为父 自慈州固镇出北军之后 这一路意在让北汉父辈受敌 第二路 以河中节度士王彦超 和宝义节度士韩通 从晋州的东北出兵 意在去牵制敌军的兵力 第三路就是后州的主力军 由侍卫马军督指挥使樊矮能 侍卫部军督指挥使何辉 以及白重赞 史燕超福燕能等将 先行赶赴泽州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晋城一带 之后 柴荣又下诏大使和天下 安排冯道护送郭威的灵鹫前往陵墓 任命苏密使证人会为东京留守 世宗柴荣本人随后统领大军 御驾亲征 一场影响未来历史走向的大战 即将爆发 讲到后州乃至北宋初的历史 禁军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为了便于理解 这里咱们简单的做一下梳理 五代时期各个王朝的中央禁军 名称比较混乱 但大体上是一脉相成的关系 后梁诸温仿照唐代禁军的体制 建立了全新的侍卫亲军 包括龙襄 天兴 神杰 神威 四军 到了后唐 禁军的名号比较多 庄宗李存勖将侍卫亲军一分为三 侍卫马军 侍卫部军 控鹤军 三足鼎立相互去牵制 到了明宗李四元时期 将侍卫马军改名为捧胜军 将侍卫部军改名为颜卫军 末地李存科上位之后 又将其分别改为张胜和宁卫 后晋后汉又改名为护胜和奉国 尽管政权更迭频繁 但是这支侍卫亲军 一直是五代禁军的主体部分 也是中原王朝军事力量的一大支柱 等到后周建立以后 郭威将侍卫马军改为龙杰 世卫部军改为虎杰 同时又组建了新的禁军部队 殿前军 此后世卫司和殿前司 作为后周两大禁军系统同时存在 您往后看 如果提及世卫的官名 就是出自世卫司 如果提及殿前的 就是出自殿前司 说显得元年的三月十八 在离开汴梁的一周之后 柴蓉的部队到达了泽州地面 马不停蹄地绕过泽州城 继续北上 这一天的傍晚 在泽州东北十五里左右的地方 柴蓉检阅了部队 晚上就直接住在了 当地一户农民的家里 与此同时 北汉的刘重并不知道 柴蓉已经亲自领兵来到泽州 他也选择了绕过陆州继续南下 同一天的晚上 北汉军队进驻到了 陆州泽州之间的高平 也就是今天 山西省高平市一带 转一天 后州的先头部队 与小谷汉军发生了遭遇战 汉军一触即溃 柴蓉当下命令各军发起追击 很快 双方的主力在八公园 各自列阵 准备展开决战 北汉一方 刘重居中 大将张云辉领兵在他的东翼 耶律迪路的辽军在西翼 根据北汉降族的反馈 刘重自己率领了三万步骑 耶律迪路带来的辽军 有一万多的骑兵 总兵力大致在四万多不到五万 后州一方 柴蓉命令 侍卫马部都于侯李重进 和大将白重赞领兵兵居佐 也就是西翼 侍卫马军都指挥士樊艾能 与部军都指挥士何辉领兵居右 也就是东翼 宣辉士向迅 以及史燕超等人 率领精锐骑兵居中 柴蓉本人 全副武装 骑马亲临都战 由殿前都指挥士张永德领兵护驾 后州的具体兵力史料当中没有记载 抛开大将刘慈的后军没有赶到不算 至少在八公园列阵之初 后州兵马应该是明显少于北汉的 因为北汉皇帝刘崇 见州军少 毁兆契丹 为诸将曰 五字用汉军可破也 何必契丹 今日不为克州 亦可使契丹心服 老刘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他后悔把契丹人找来帮忙 然而契丹大将耶律迪路 在看过州军部署之后 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他对刘崇说 此为劲敌未可倾尽 意思是让他不要过于盲目乐观 刘崇听后把长须一甩 说实不可适 请功勿言 事关我战 看我如何破敌 您就请好吧 耶律迪路被轻视 自然很不高兴 说着话 天上正猛烈刮着的东北风 突然风向一转 变成了南风 斯天剑 一个名叫李毅的官员 也不知道是存心使坏 还是本来就迷糊 他向刘崇禀报 说开战时机已到 旁边有一个叫王德仲的官员 赶紧拉住刘崇的战马 说李毅可杀 这种风向我们需要顶峰作战 怎么可能有利呢 奈何着刘崇 根本不听他那一套 当下斥责 我意已决 呀呀个呸 你个老书生 想乱我军心不成 小心我斩了你 王德仲 没有德仲 还差点向上吃了一刀 王德仲退下之后 刘崇很快传下军令 命令东义的张元辉 领一千骑兵先行冲阵 两军刚一交锋 还没怎么打 就出现了十分诡异的一幕 周军的东义几乎是不战自愧 世卫马军督指挥使樊艾能和世卫部军督指挥使何辉 领着几千个骑兵直接脚顶抹油 溜了 有两千左右的世卫步兵 甚至丢盔弃甲在战场上 山呼万岁直接投降了北汉 对于后州而言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情势 一个不小心造成军心大乱 就很可能导致全面溃败 千军一发之际 柴荣亲领护驾的殿前司禁军 赶到阵前补充到右翼的位置 对后汉的张元辉发起反击 历史走到这个时间点 又有一位大人物开始粉末登场 谁呢 北宋的开国皇帝太祖赵匡业 当时的赵匡业还是后州殿前司的一位进军将领 看到战场上形势危急 赵匡业说了两段话 第一段话 说主位如此 无数何德不至死 皇上已经这么危险了 我们怎么能不跟着拼命啊 第二段话 是对当时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张勇德说的 贼弃骄 力战可破也 功麾下多能左舍者 请引兵成高 西处为左翼 我引兵为右翼以机制 国家安危 再此一举 说敌人啊 已成骄兵之势 只要奋力迎战 一定可以将其击破 大人您手下有不少擅长用左手射箭的 可以把他们安排在左翼 我领一支人马从右翼出击 成败再此一举 于是张勇德 赵匡业各自领了两千人分兵迎战 赵匡业是一马当先杀入敌阵 内殿指马仁宇对部下越马大呼 使圣于受敌安用我备 让皇帝受困余敌 要我们干什么呢 说把弯弓大舰连臂数十人 士气为之一振 第一回合的交战过后 后洲军队终于转危为安 此时北汉皇帝刘崇也亲自 临阵奖赏了取得先机的张元辉 并命其成胜继续进兵 可惜张元辉 再次冲锋的时候 马失前提 被州军的士卒 你一刀我一刀 直接给砍了 张元辉本是北汉的一名削将 他的临阵被杀 让北汉军中士气 一下子就低落到了孤地 当时正好赶上南风 刮得越来越猛烈 州兵顺风杀敌 越战越勇 北汉军由此大败 刘崇亲自举起红旗 示意收兵 可于这个时候 已经无济于事了 士兵们根本不听号令 呼啦啦好像潮水一般 各自逃命 辽将耶律迪路 看到州军如此的勇猛 也不敢轻易的出手相救 再加上怨恨刘崇 战前的那一番话 耶律迪路呢 不战而退 跑回到了戴州 咱们再说 临阵溃逃的 士卫斯两位高官 凡爱能和何辉 这俩人领着数千骑兵 一路向南 在阵前没本事杀敌 对自己人动起手来 却丝毫不手软 弯弓搭建 亮出兵刃 劫掠了大量的 己方 资重前两 柴蓉派来使者 劝他们返回战场 这群乱兵啊 拒不从命不说 还斩杀了皇帝的使者 他们不光自己跑 还沿途散布谣言 制造恐慌 大将刘慈率领后军 遇上了 凡爱能和辉 这俩人啊 就劝说刘慈 跟着他们一块撤退 好在刘慈执意坚持 才继续北上 大败之后的 北汉皇帝刘崇 属实是人菜眼大 被州军打败之后 又强行收拢了一万多人 依托一处三剑 列好阵势 还想着硬刚一把 当天傍晚 刘慈领兵赶到战场 注入了生力军之后 柴蓉命令后洲的军队 对北汉 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北汉军再次打败 州军乘胜追击 一路追到了高平 北汉数千人投降 死伤无数 刘崇在逃命的过程中 不得不换上粗布的衣服 带着民间的斗笠 领着一百多人 从高平一路向北逃窜 结果夜里在山里面 迷路 抓了个村民给他们做向导 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村民 不知道是存心祸害刘崇 还是确实不认路 他把刘崇带向了后洲 晋州的方向 这伙人走了百余里 才发现不对劲 杀了村民 不分昼夜死命往北跑 一路上有好几次 刚刚停下来想着吃口饭 休息一下 就听说后洲的军队追上来了 吓得刘崇不得不扔下吃食 继续仓皇北逃 年老体衰 再加上日夜颠簸 让刘崇有点吃不消 好在总算勉强跑回了晋阳 这一次高平之战 最终以后洲大获全胜而告终 作为后洲朝廷 倚重的两大禁军之一的 世卫司 在高平之战中 不战而逃 望风而顿 要解释这样一个 险些改变历史走向的偶然事件 需要结合一下 当时的政治环境 让我们先把视角 稍稍拉回到 后洲太祖郭威的 并重之际看一下 《资质通鉴》记载 显得元年正月庚臣 加晋王荣 见世中 判内外兵马事 使群臣 西德建帝 中外恐惧 闻晋王点兵 人心烧安 这里说的是 当时的皇帝郭威病重 可能已经很多天 没有公开露面了 柴荣获得兵权之后 人心烧安 可是紧接着 童书童卷又说 军事有流言 交赏 不于唐明宗使者 这里的交赏 指的是新年的赏赐 听到这样一个流言 郭威马上召来 众将到他的寝殿 一番训话之后 众将惶恐谢罪退下 又杀了一些 仍旧造谣声势的 流言乃希 后唐明宗 距离当时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这一段记载 不得不让人怀疑 军事们不满的究竟是交赏 还是柴荣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郭威把原来 世卫司的马步军长官 郭崇和曹英 外调出阵 并提拔了资历相对较浅的 反爱能与和辉 这很可能是流言 让郭威存有疑虑 为了柴荣能够顺利接班 政权能够平稳过渡 将禁军的结构进行了调整 如此啊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在高平之战中 世卫司马步军的反常之举 看似偶然 实际上是早有端倚 反爱能和辉 作为新提拔的进军将领 临阵望风而顿 不太可能是这俩人的 单独决定 中下层的军事显然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凡和二人 无论是幕后主导 还是恰巧利用了 士族们的不满情绪 都刚好可以解释 世卫司进军 阵前叛逃的根本原因 好在高平之战 最终啊 由后州一方取得了胜利 仗是打赢了 可是接下来的赏罚 让柴荣又犯了难 这个时候 凡爱能和辉二将 听说打了胜仗 已经重新领着人 赶了回来 为了严明军纪 柴荣想要把凡和二将 以及士卫司的一些主官 全部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杀掉 考虑到士卫司啊 毕竟是一只老牌的进军 在这个时候 杀掉一大部分中高级将领 对于刚刚继位的柴荣而言 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搞不好 就会引发一场兵变 因此对于是杀是刘 柴荣犹豫不决 这一天 刚好赶上张永德来觐见 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 娶的是郭威的第四女 寿安公主 又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 于是柴荣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这位妹夫 并向其征求意见 张永德对柴荣说了这么一番话 说爱能等 素无大功 铁茂节月 妄敌仙桃 死未色泽 且陛下方欲萧平四海 苟军法不利 虽有熊皮之士百万之众 安得而用之 说樊和这些人啊 素来没立过什么大功 机缘巧合担当大人 可是他们却妄敌仙桃 死不足惜 陛下您志在四海 如果不严肃军技 就算有百万雄师 又如何能用呢 听了张永德的一番话 本来还躺着的柴荣 站起来一把把枕头摔到地上 连连衬衫 当即下令抓捕了 樊艾能和辉等 共计七十余名 士卫司的将领 并当面训斥他们 汝曹皆累朝速将 非不能战 仅望风奔顿者 无他 正欲以朕为奇货 卖于刘崇尔 随后将这七十多人 全部推出斩首 除了这些中高级的将领 连带战场上 结甲投降的 两千士卫司部族 也都进行诛杀 自此之后 后州军中尤其是 禁军系统内的一些 骄兵汉将 开始心存敬畏 不敢再像以前那样 不停指挥 肆意的妄为 处理了这么一大批人之后 周世宗柴荣啊 开始论功行赏 对李重进 张永德 向迅 史燕超等人 都有不同的风傻 同时对 殿前司和 施卫司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张永德 圣赞当时只有 28岁的赵邝印 有胆有识 在战争进行到 最困难的时候 凭借勇敢和致谋 克敌制胜 柴荣呢 将其破格提拔为 殿前都于侯 赵宽印自此啊 进入到了 殿前司五位 高级将领的行列 又酌情 提拔了马人鱼 马权役等 一众殿前司的 将校数十人 很多人啊 从大头兵 直接晋升为 相级指挥使 除了殿前司以外 将侍卫司余下的 几个显要位置的将领 悉数外调出阵 将原殿前司的 将领李吉勋 韩令昆 赵鸿音 慕容颜昭 赵朝等人 全部调入 侍卫司 担任相应的要职 把侍卫司 进行了一次 大换血 在进驻到 陆州之后 柴荣完成了 对禁军的初步整顿 整个禁军系统的 高级职位 自此以后 绝大多数 转由中青年将领担任 这些人都以柴荣 马首施展 成为了 皇帝控制禁军的 骨干力量 刘崇逃回晋阳以后 为了防范后洲军队的进攻 收敛残重 整修城防 同时派王德仲 紧急赶赴辽国求援 辽国皇帝伊律景 送还王德仲 并答应出兵相助 显得元年的3月28 周世宗柴荣派福燕青 郭崇 向迅 李崇进 史燕超等人 领兵两万 从陆州出发 北上 进攻进阳 同时命令 王燕超 韩通 从西南方向 出兵配合主力部队 一起围攻进阳 这些人当中啊 福燕青 之前都有介绍 他是五代到宋初之间的 一位重臣 有三个女儿 先后成为了皇后 大女儿和二女儿 都嫁给了柴荣 六女儿 嫁给了赵宽颖 郭崇在上一集 频繁出现过 原名郭崇威 前世卫司高级将领 李崇进 是郭威的外上 王燕超 是当时的 合中节度使 史燕超和韩通 都是当时后州的猛将 骁勇善战 都是很早 就追随郭威的 柴荣派遣 中将北上起初啊 只是想到 晋阳城下展示一下武力 没想到 后州军队 初期进展的很顺利 北汉的百姓们 纷纷拿出食物 愿意提供军需物资 帮助攻打晋阳 由此柴荣 也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打算趁机一举 消灭北汉 于是派人到前线 向重将去征寻意见 可是大家都说 粮草不济 请求先行班师 柴荣认为啊 是这些人为战不敢打 所以呢 仍旧不断的向晋阳城下增兵 数十万军队齐聚晋阳之后 军中的粮食出现了短缺的情况 不少士族开始截略北汉的百姓 大批的北汉百姓 不得不跑到山里去逼难 周士宗柴荣听说之后 赶紧下诏严禁截掠 并安抚百姓 又争掉了陆州 泽州等地向前线运粮 到了五月 已经有远属于北汉的 焚州 辽州 县州 蓝州 沁州 新州等地 先后向后州投降 五月初三 士宗柴荣领兵来到晋阳 后州的战期飘扬 环绕晋阳四十里 很快辽国皇帝耶律景 派出南苑大王耶律踏列 统领辽国西南各道的军队 南下声援北汉 柴荣命 傅彦清 郭从义 向迅 白虫瓒 史燕超等人 领一万多步骑北上 不久以后 又派出李云和张永德 前去增援 后州和契丹双方 在新州展开了一场激战 后州先锋史燕超 在一次探查敌情的过程中 与辽军相遇并交战 大将李云随后领兵增援 斩杀了辽军两千多人 可是史燕超势勇清静 与主力相距越来越远 而后被辽军团围困 史燕超在反复突围了四五次之后 终于寡不敌众 栗战身死 李云侥幸逃脱 州军死伤惨重 福燕清 率领主力先退保新州 随后又撤回了晋阳 柴戎是九宫晋阳而不克 又遭遇了连绵大雨 导致士族疲病 再一听说猛将史燕超 在新州战死 也就不再坚持决定 班师还朝 还记得北汉的那位 王德仲吗 先前差点在阵前 被刘虫砍了 而后呢 又被派去出使辽国 在从辽国返回晋阳途中 王德仲被人抓住 送到了后州的军中 柴戎下令 为其松绑又赏赐给他 马匹和御带 然后呢 向他打听北汉和辽军的动向 他回说啊 只是去辽国送人 其他一概不知 有人过后啊 劝他 说老王啊 你现在都这样了 还藏着掖着不说实话 真把皇帝惹急了 你还能有命吗 王德仲 听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说 我吃的是刘家的俸禄 老母也在禁养 如果把汉辽军队的 虚实和盘拖出 我的家和我的国 很可能一起完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自己活下去 还有什么用呢 倒不如杀身成人 保全家国 不得不说老王是一个 很有气节和孝心的人 只可惜战争本身啊 太过残酷 几天以后 柴荣下令班师撤退 王德仲 对于这场战事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最后呢 被勒死在了 后洲回尸的途中 尽管在晋阳 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但这次历时三个月的战事 对于后洲而言 有着至少三个方面的 重大意义 一是高平战胜 后洲得以避免了一次 很可能发生的动乱 甚至是浩劫 二是整顿进军的高层 让柴荣将主力军权 牢牢抓在了手中 三十大胜之后 周世宗坚定了 统一中国的信念 对于柴荣个人而言 以其罕见的神勇 力挽狂澜于祭岛 也在战后确立了 自进汉以来 其他君主难以企及的 绝对权威地位 正如资质通鉴中 所说的那样 地为众义破北汉 自是正事无大小皆亲绝 百官受成于上而已 说着周世宗柴荣 在回到汴梁之后 有了陆州整顿高级将领的基础 又开始考虑 进一步精兵强军的问题 柴荣对身边的近臣说 市委兵士 老幼参半强弱不分 这都是因为顾及人情 没有经过挑选的结果 此前在高平就出现了 临阵退却的情况 如果不是我亲自上阵 险些兵败 现在一百个农民 还养活不起一个士兵 以老百姓的血汗 去养一群无用之兵 这又何苦呢 兵再精不再多 军队必须要进行选拔 精锐升至上军 胆怯雷若地任其自变 这样既能让军队发挥应有的效用 又能为国家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基于此 柴荣开始着手更加深入的整军 他把这项关系到国家存亡命脉的工作 交给了刚刚提拔起来的 殿前都与侯赵匡 又见各地的藩镇中 蓄有大批的骁勇之士 在淘汰军中老弱并残的同时 专门下诏 招募天下壮士 命令各地藩镇送至朝廷 由赵匡胤负责选拔武艺超群者 再扩充到殿前司 殿前司挑选之后 世卫司再进行挑选 经过这一轮大规模的整军 后洲的禁军各部队的战斗力 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史称 游士士卒精强 近代无比 征伐四方 所向皆洁 选炼之利也 北汉的皇帝刘崇 因为高平战败 憋气于窝火 之后一并不起 在这一年的11月 一致无效撒手戏剧 他的儿子刘成军派人向辽国报了丧 辽木宗耶律景册封刘成军为皇帝 史称北汉孝河帝 天下的局势也由此有了新的变化 高平之战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的周世宗柴蓉从后蜀 夺回了秦凤四周 三征淮南 打下长江一北十四个州 六十个县 又从辽国人手里 收复了幽云十六周中的大片土地 是可惜 天度英才 柴蓉壮志未愁 身先死 而这些内容 都将在下一期 与您分享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曼聊五代诗国的第十四集 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观修正式 如果喜欢 烦请帮我点赞转发 五代诗国的故事仍在继续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